歡迎收看超級大贏家 我是范英華 今天嘉全指數 最後面是翻紅演出 小漲7點收在8744點 這個盤開高走低 最後面又拉尾盤 到底比較偏多思考 還是說稍微保守一點比較好呢 我們趕快要來邀請到 是萬通國際投顧的總經理丁超 丁老師你好 一位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丁老師 趕快給大家一個指入明燈 因為現在這個投資人 一堆散戶不敢進場 他們就是看那個指數這樣 上去又下來上去又下來 到底是要偏多還是偏恐 我給投資朋友建議指入明燈 我還希望給別人給我一個明燈 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我是講真的難 因為這個指數 從昨天又開始一個逆轉 因為原本以為是會往下降 因為那個趨勢是往下的 結果昨天一個逆轉上來以後 又進入了一個區間 那這個區間還是回到原來的區間 8840跟這個8585點這個區間 那你看今天又跑到8800 看起來好像又要過對不對 好像又要過對不對 其實因為它區間很小 才250點而已 你看區間上下 這一個月以來 今天是三月底了 從三月二號那天跳空缺口 8540點 形成一個跳空缺口 那最高到8840 那這個月以來都是在這個區間整理 那成交量慢慢的有一點點像樣 像這個月的成交量是已經回到了2.1兆 是這個目前來講等於是11個月以來的一個最高量 11個月那11個月以前那時候高量是在 就是在前波的一個高點就是萬點那個時候 萬點那個時候 以月線來看的話 那盤勢來講 等於是說去年的5 6 7 8跌4個月 然後來開始做整理 整理到現在嘛 整理到目前這個月還是在一個整理 所以指數是 看起來 我們目前的做法是這樣 我提供給一個意見給各位 因為很多投資朋友在操作指數 也會看我的節目 我個人給各位一個意見 因為以前我在民國83年的時候 我就在元大起貨 那時候是我們都是操作海外的 一些商品的一些起貨 那民國86年以後 台灣才開放的指數起貨 可是民國83年那時候就有摩台紙 就有摩台紙起貨 那那時候我們在做期的時候 我們在做期貨 假設我要做期貨 我提供給各位參考人員要注意聽 其實那個期貨就是做短線的 一天裡面可能會做好幾趟 但是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reverse 用轉折點 例如說這樣子好了 你就大概聽一聽 不是說我的方法一定準 因為我沒有帶期貨會員 但是我以前是很內行的 譬如說指數在跳動 像昨天 所以為什麼要個reverse 譬如說前天的低點跟昨天的開盤價 它有沒有超過30點 有嘛對不對 那我們都是在盤中裡面 tick圖裡面在轉折 譬如說打下去低點上去30點轉折多 上去以後不要賣 一直等到趨勢高點以後 又往下30點轉折空 就這樣而已 那如果是賺錢才流倉 而且賺錢要賺的 一個點數比較大才流倉 那如果賺的點數少 絕對不可以賭 譬如說你如果不漲不跌 或者是你的成本附近 你千萬不要流倉 因為你根本不曉明天嘛 這是我給各位的建議 那目前來講這個盤市其實不會 雖然是我是說大盤 大盤在一個整理 那因為它沒有過8840 也沒有過8840 還要一個條件 一定要放量 我早上在9點半連線的時候 我就講過了 所謂放量就是一定要高過於1170億 因為這一波前波的高點是1170億 最好是要1200億以上 假設今天是1000億過量 過了8840 還是會拉回來 我沒有騙你 那沒有用的 一定要放量 那個力量才會出來 那要灌破 譬如說要灌破 要放量 那為什麼三天前那時候灌破 我說那個地方不一定會 不一定會摔下去 因為它成交量少啊 你看今天禮拜四嘛 禮拜二那天打破 打破了以後8589打破 它沒有量 沒有量表示沒有貨 貨沒有倒出來嘛 用想的也知道 所以這個盤變成什麼 很簡單嘛 如果指數期貨來講就是 急漲賣 急得買 就這樣而已啊 沒什麼了不起啊 但是 但是這整理期間裡面 個股可好玩了啊 你看這個月以來 有些股票 修正的還蠻嚴重的 你不要每天眼睛都是 直接盯著那個台積電啊 台積電是不是控盤的工序 你看台積電今天早上啊 開162 最高163 最低159 你看它跌到159的時候 大盤不是跌了四十幾點 漲到163的時候 大盤那時候不是漲六十幾點 它就是要控制 它尾盤再丟一下 那收盤又變漲七點 那時候台積電有什麼好研究的 它就是 外資為了 要賺指數的錢 它什麼 羅令台積電 我可以這樣跟你講 算說算假 你知道嗎 玩假的 因為都是他們家的 百分之七十八他們家的 大部分的你沒有台積電 不然就是什麼 每一天都看主力 在表演那個3552的同志 也不曉得怎麼下車了 還有就是6238的勝利 還有 還沒辦法 不然就是那隻大象 5293那個星象 3293 3293星象 就這樣而已 還有什麼好玩的 所以你看 只有這些股票看起來還OK 沒有好像沒有跌 那其他股票其實 你也知道的 亂七八糟嘛 亂七八糟你知道的意思嗎 也就是說如果說 用 因為它不是一個強攻盤 而且整個趨勢啊 慢慢在 整個行情慢慢在改變當中 外資的一個期貨 淨多灘 也昨天也高達了超過五萬口 那今天降了四萬 五千口下來 它是一個 歷史上的比較高的水位 所以你要讓它 整個趨勢出來以後 我們做股票才可以用 強勢買進 所謂強勢買進 我講一次股票就好 像今天4739的這個康普 這張股票不是汽車電子股 做電池 對不對 那你按照來講 技術面來講的話 它整理 整理之後今天 今天是不是小幅升量 雖然不是 預估量不是最大 但是因為前面的大量 那個時候比較低檔區 在中間過程裡面 今天算是比較高的高量 以理論上來講 今天這張股票要漲停板 你看到五十一塊七 鷹派就進場 五十一塊七突破 整理區鷹派就進場 進場以後它會攻漲停 這就是強勢買進 這不是最高的問題 就是強勢買進 可是今天為什麼沒有漲停 因為盤勢變了 你不覺得嗎 盤勢已經變了 已經不合邏輯了 因為這個做法已經是 不合邏輯了 之前這樣是做有效的 現在已經不合邏輯了 你了解我意思嗎 你追上去可能就套了 我去拿這張股票給各位看 像這個我講出來以後 如果說你有的話 我不是打壓 我只是舉個例子 像前一陣子很紅的 6139的雅翔 人家主力坐上去 人家就回家了 你就留下來洗碗了 你還在那邊要洗碗了 這不是好不好的問題 我只是說人家坐上去 就是要放口袋 不然你要幹嘛 一輩子跟他長槍失守嗎 還是你要入股 像郭台銘這樣入股下腹 不是這樣嘛 或者是怎麼 前面這個很夯的 3494的成員嘛 賺股票不是嗎 人家主力賺了就走了 你知道嗎 他也不會通知你 所以你用追上去的 都大部分都連住了 你知道都搞得很尷尬 還有像昨天掌停 買了2492的那個華新科 昨天掌停 你看 今天要打下來 你昨天追 我今天要半根給你 你有沒有覺得 現在用追的都沒效 還有像什麼 不是大家都說 洪夏令要簽約 洪夏令要簽約 是哪一個人不知道 我是搞不清楚 中華民國大台灣 哪一個國民不知道 洪夏令一定會簽約 郭台銘那是什麼腳 那是A大腳 我早就知道他一定會簽 因為他只是怕跑去而已 你本人很難應付 你了解嗎 你本人很難應付 就是他厲害 他談判高手 那一定會簽 所以5243會不會跌 一定跌的 百分之百一定跌 為什麼不會跌 因為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既然一定會簽 那乙生一定會跌 我這樣講有沒有通順 有啊 為什麼簽了以後 乙生就會漲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現在要研究 而且簽約之後代表這些股票會漲是不是 以後再說 你知道我意思嗎 股票市場不是這麼簡單的 不然6456的FGS 為什麼我賣了以後就不買回來 不然為什麼沒有反應力多 你說今天鴻海跟鴻準還不錯 那是因為昨天他忘了掛牌嘛 昨天大家都要漲了一百多點 他們兩個停下來 他們今天怎麼可以不漲呢 2354的洪損跟2317的洪海 你了解我意思嗎 這是一個觀念的問題 另外我跟各位講 千萬不要一直亂追了 像那個什麼 你不要追到什麼大量套牢 這個3167的大量 變大量套牢 雖然一千多張 但是今天對他們家來講算大量 所以大量套牢 你買大量就變套牢的意思 不好笑 那你看最近的什麼VR 不是3662的熱聲 前一生上個禮拜大家 這支的北京提電 會跟同志一樣 對吧 現在沒辦法處理 我告訴你現在鴻海經驗的錢 你就不能用堆的 要用累 要用累 我沒有騙你 所以說 一般我們現在選擇 我現在的選擇就是說 我們希望股票 因為它整理區 我們雖然是鷹派 但是雖然整理區 但是我們不要用一直追 因為現在追容易連住 而且大盤 整理到最後一定會分出一個大方向出來 那我不能跟你保證說一定會往上噴 是不是 我只是昨天跟你講 這個盤勢暫時不會跌進入整理 可是我沒有跟你講一定會往上噴 對不對 你要聽清楚 所以我舉幾個例子來講 用回測的方式來做 也會延伸到我等一下跟各位講的股票 像這個回測的6452的康友 今天升級股都有漲了 當然它也是其中一檔而已 它不是已經回測嗎 它上去回測上升月線拐點 對不對 像用這種方式 像昨天前天那個只有一個進場點 或是早上的進場點對不對 還有就是1536的核大 1536核大 這個這檔股票今天不是也一樣 它還是回測還3665的這個帽連也是一樣 這個都是回測以後上去 回測以後上去 你千萬不要用追的 千萬不要用看它追上去就用追了 它今天比較夯的一檔股票叫4414如星嘛 它不是突然間不是說什麼虧損不虧損啊 突然間就漲停板 它是不是回測上升季線 各位有沒有看到 從28塊2.5是不是打到20塊7 掉了大概78塊下來 那掉下來以後你看 它進入一個中段 短線回測進入一個中段以後 它進成了變形三星的上升季線第二拐 對不對 它當然強勢力量沒有像回測月線這麼強 但是至少你不要用追的下去以後拿上來 就是對了對不對 我用這個例子來解釋 那另外就是 今天有漲停的3483的例子 它不是也是回測嗎 回測上升月線以後再漲上去嗎 你不要用追的 那另外就是什麼 今天聽說虧錢 他說很會賺 結果講了一輩子說很會賺 結果虧了一塊九毛九的 8431會撞科 騙人的吧 他說很會賺 怎麼都沒有賺 一毛都沒賺 還虧錢對不對 但是不管它今天是不是又 從111塊 先刷下來以後又扭軟上去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股票 我現在從剛開始講到現在 我是告訴各位一個觀念 我們現在要開始做 我們要做的股 我們現在是做多沒有錯 因為大盤在整理區 我們可以做多也可以做空 兩邊都可以 你要看你選擇什麼股票 我都沒有意見 可是大盤如果壞掉了 趨勢控盤往下空方式 我就不做多了 那如果大盤是一個往上突破的多方式 我怎麼可能會做空 我都想念頭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在操作上來 當一個整理盤之後 個別股它的表現就不一樣 可多可空 變成可多可空對不對 所以我跟各位講就是做股票 我在昨天不是有請各位打電話來 跟我索起兩檔股票 也是我自己操作的股票 那我就會跟各位講 行情不是很好做 但是我雖然是鷹派 可是我還是願意提供我的做法 讓你知道 我怎麼做 我怎麼設停損 我一般的做法就是此股兩三檔 我絕對不長期投資 我做對才會爆 可能爆一年兩年三年四年五年一百年我都敢 可是做錯我一定馬上跑 所以此股兩三檔 風險控管 就是三五趴而已 我都是這樣子 不對我就走 但是你要讓我對 預期報酬 我都是三五成兩三成在咬的 也許你不同意我的做法 但是我的做法這樣相當的成功 而且非常多人都非常喜愛這種 這一套制度 我昨天不是跟各位講就是 這個一檔就是什麼 網通股 那一檔股票就是2419的重期 2419的重期 我等一下講 另外一檔就是3576的新日光 太陽能 那剛好一檔漲 一檔跌 今天太陽能新日光有漲 比昨天漲 比昨天漲 那2419的重期 比昨天跌 對不對 一檔漲一檔跌 你看大盤就進入整理 那我們未來要怎麼控制這檔股票 其實很簡單 我先跟各位講一下 比如說我昨天跟各位講了以後 我說你自己考慮 因為我昨天已經買進了 我重期買進大概20塊9毛錢到21塊 昨天收盤是漲起來了 對不對 那今天開高殺低 那我的停損點設在哪裡 我的停損點就設在你看到那個價位 我買進20塊9毛錢 21塊 我停損點就設在那邊而已 沒有設多少 只要打破我就砍了 那3576日光呢 我們進場的價位是 20塊3毛錢 20塊4毛錢 就是昨天嘛 那昨天收盤已經26塊 20塊6毛錢 那我們停損點設在哪裡 設在那裡 有沒有看到 就這樣而已 那幾% 所以你看我在做股票的時候 我是不是先把風險先考慮好 到底我的能力控管 我的風險控制 我的忍耐程度到底多少 我不會跟你講說我一定會賺 一定會賺就是騙子 騙子你知道嗎 那我說如果我做錯 我要怎麼保護我的投資朋友 35%而已 我就走了 我就還不會講任何道理 替他作駕 講任何好話 但是你讓我逮到 我不會放手 你讓我逮到以後 我上去不可能35%而已 而且賺錢我會加碼 這是我的態度 那你看 用這樣的方式去做 目前的盤勢來講 我想最理想 那每一段每一段時間裡面 他都有一個交易的策略跟距離 所以我是提供給各位參考 我等一下我會再談到這些事情 我們先把時間交換給主播 好 等一下還有更多的個股分析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萬通國際戰勝股市 服務至上掌握趨勢 先買再賣 先賣再賣 多方空方 皆是盈方 萬通國際 為您把關 創造財富 遠離風險 萬通國際 唯一首選 服務專線 0277259668 77259668 阿公 這些財是做什麼啊 要這麼多魚是要不去哪裡啊 我真的這麼多 到底是有看見啊 這些問題是政府制定 農業發電政策 最重要的資料 配合普渡真放心 都能喝水不及潑沙 萬人支持 冰皇后 冰封了自己的心 惡皇后 從禁錮中蘇醒 狩獵者 為愛挺身而出 4月8日 狩獵者領東之戰 來自德國 德恩奈清淨涼牙膏 取自印度原始山林 大地所蘊含的天然珍貴草本 經頂級調香師專利調配 長效清涼方向 有位於德國國獨 Dresden 百年專業牙膏大廠 以尖端科技 自動生產 德恩奈清淨涼牙膏 清新 自然 好口氣 讓年的笑容 因為牙齒而美麗 德國原裝進口 德恩奈清淨涼牙膏 嗯啊 太貴 你要的牙膏啊 剛才很精貴 用心實在比較重要 熟米沒後悔 貪小便宜吃大虧 一碗牛肉麵 百二塊 你如果叫他熟九五十塊 我看他只好頭鑑減了 問不可以這樣做 俊悅是給我自己的好朋友 轉身給你倒卡手 放心交給俊悅中心 歡迎來到超級大人家 剛剛說到的個股呢 現階段到底應該是比較樂觀來操作嗎 丁老師 就是我剛剛講的良能股票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就是你停損點設在哪裡 那如果做對要到哪裡 我會講 因為現在做股票我幾乎是不想做吧 你也知道這種盤勢 我就覺得說不容易賺大錢 就是要獲利比較重要 冒險有時候要看情況 其實股票市場裡面 我們講這麼久 我有統計過 一般來講 一碗你知道 男生跟女生 一般我的統計 男生比較會賺 做股票會賺錢還是女生 女生吧 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你要講為什麼 我讓你講 你不知道我講 女生通常比較理性 比較願意聽人家的建議 比較不會假的 男生通常都假的 自以為是 自以為聰明 假的 一般有都統計 女生 我女性來講 一般比較統計 都是女生 如果你是射手咒 或者是 天秤咒 或者是天蝎咒 摩羯咒 處女咒 比較會賺錢 比較會理財 但是 但是這個五個星座裡面 又很會花錢 很會花錢 很會理財就是射手咒 就風向星座 另外就是天秤咒 天蝎咒 處女咒 都同樣嗎 都同樣 只有摩羯咒 摩羯咒 比較會賺錢 但是比較省 我們不能說他摩 比較會存錢 大概是這樣 為什麼沒有金牛座 統計的不是我 你知道男生誰最會賺錢 男生星座 有空間來做 沒有人 男生都沒有嗎 不是 男生都假的 我是調侃 不是說一定 很會賺錢的很多 男生都只以為聰明 其實我再問你 男生跟女生到底 誰比較聰明 一般統計 我說一般統計 一般統計 男生跟女生到底 誰比較聰明 妳要大膽講 不要害怕 對不對 不要因為攝影師是男生 就不敢說男生 男生喔 男生跟女生 妳認為男生女生 應該是男生吧 照妳這樣講 一人一票嘛 其實不是男生 一定比較聰明 男生都自以為聰明 沒有真的比較聰明嗎 那妳不能說男生 頭比較大就比較聰明 有時候頭大裡面 裝大便也沒有用 裝垃圾也沒有用 不是 但是有時候跟頭大不一樣 因為一般的統計 正確答案是 男生喔 因為男生有兩個頭 女生有一個頭而已 所以男生 因為他有兩個頭 他自以為聰明 就是這樣 不是說我大部分做高評 我怎麼演技都男生在輸得比較多 大頭不想用小頭想 都是這樣 再問一個 這個 那個股票也沒什麼好講的 你知道為什麼男生要當兵 女生不用當兵 除了以色列跟北韓以外 為什麼 女生比較弱嗎 不是 跟這個沒有關係 現在美國大兵也都是很多女生將官 美國現在有將軍有六個 美國有六個將軍女生 但是男生會配備一把槍 但是男生會有兩把槍 我以前在當兵的時候 我跟你講 我阿兵哥最喜歡 每次家門有時候 家門精神達出的雄壯 威武嚴肅 剛直安靜 確實沉著忍耐 兩個人要犧牲犧牲 但是我來說 好誰 腰洞腰起個唱 唱軍歌 他就開始什麼 大家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精神就嗨起來 開始就 我有兩把槍 兩支槍 槍斷腿不一樣 好 發到大小聲你知道嗎 我如果每天帶兵 百幾個很難帶 為了踩到 盪到三歪對不對 唱下去 拼拼拼 男生都很憤怒 我說 這就是 都自以為是 好不好 講到這個 越講的話 到時候就越偏了 我跟各位講 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 還是 你千萬不要看得太好 但是我也不是恐嚇你說 一定會跌 我是鷹派 我眼睛看到了算 我絕對不預設立場 我絕對不預設立場 你知道我意思嗎 如果今天大盤沒有強攻給我看 每天都是刻意去台積電 在那邊拉下去對不對 我也不懂 我也不會認為說大盤會好到哪裡去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熱潛的問題 如果他沒有灌破 沒有放量灌破 你說會大跌 我們也不會同意 所以我們現在做法變成說什麼 我站在保護投資朋友的一個態度 我們盡量多看少做 而且如果有做 盡量不要用追的 用拉回去買 例如像 3576新日光 我不是跟各位講 今天雖然表現並不是很理想 但是他 不錯 能成交量比昨天大了一倍 蠢蠢欲動 為什麼買了點過低 那他叫什麼 2419的這個重期 買20塊21塊毛錢 現在小回也沒有關係 這個提供給各位做一個參考好不好 我們現在把時間交換給主播 謝謝 好 今天最新外資籌碼面的部分 在期貨是多單減碼了5000多口 總體的這個進多袋 還有48000口 更多的行情齊續鎖定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掰掰